半年没回家 家里来的不数字客 看看外面 小心点啊 哇 别让它飞进来 哎现在不飞了呢 马蜂窝 哎呦来了一个 他有声听到了吗 静我呢那个声 你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怎么处理他们呀 把你的办法打在公平上 我们还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人 啊啊啊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在家里的一个角落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旅行的回忆 还能够提升我们家小区域的气质 这些小物件特别有意识 它们都特别有意义承载着我们的旅行故事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小妹特别喜欢的 她收集的各地的冰箱贴 这就是小妹收集的冰箱贴 当然就不是我们全部行程都收集到的 有的地方我们确实没有选到合适的 这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一些比较漂亮的地方的冰箱贴 特别有意思像这个重庆火锅 我们这次在四川盆地 然后在包括重庆成都在内的这些地方 游历了历史两个月 特别开心 四川的美食真是名不虚传 还有哪个你特别想介绍的印象特别深刻的 这是明沙山的冰箱贴 当时买这个冰箱贴它是一个空瓶 然后我们特意在明沙山上取了这么一小点明沙山上的沙子 装了进去 所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明沙山的一个冰箱贴 还有哪个你想说一下 我俩都想到了 看来我是吃货你是吃货的老婆 因为我们每次旅行对吃的东西印象都特别深刻 所以这个三勤套餐 一提三勤套餐 大家都知道这是哪里了 对 这就是西安 三勤套餐给我们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个冰箱贴 这个我也喜欢 这个是我们在墨高窟买的 墨高窟的名画 就鹿王本生 还有就是最最最喜欢的 我们两个 一起 一二三 我们在渡县县去看了大熊猫 儿子还跟他录了那个大熊猫吃竹着 对 吃得特别香 这个你来了吗 这个是在西安的 这些冰箱贴大部分都是小妹买的 因为他比较喜欢收集冰箱贴 这些冰箱贴 也是我们旅行地点的记忆 也成长了我们旅行的回忆 看到这些冰箱贴 就能够想起来 当时我们去过的这些地方 除了收集的冰箱贴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物件 比如说我们的茶壶 我现在用的这个茶壶是 小妹给我买了一套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产紫砂壶的 特别著名的地方叫宜昌 宜兴 sorry 宜兴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在中国有两个产紫砂的地方 一个是宜兴 另外一个就是辽宁的卡佐 对 我们去年旅行路过卡佐的时候 恰逢我生日 前夕小妹送我一套生日礼物 就买了一套紫砂壶 送给小哥的生日礼物 对 我现在特别喜欢用这个主人杯 这是带福这儿的 特别喜欢 在17年的时候 在景德镇 我们买了这一套 据说是大师手作 国社天乡的这一套 如果要灯光照的话 还是经营剔透的 去景德镇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我们当时想路过景德镇 并没有想在那住车街 到了之后 我们就偶遇了一个卖茶具的地方 就开启了我们学习 景德镇茶具知识的一个旅程 在那待了好几天 待了一个礼拜 哦 然后 然后 对 一直逛那个茶具市场 对 每天都去 然后我们除了我们 大家看到我买的这两套 其实还有几套送朋友的 看看我们家这个角落的小物件 先跟大家介绍这个 我们在辽宁朝阳 陶德的一个小物件 是鱼画石 据说有上亿年的时间 鱼画石啊 在朝阳 其实它并不罕见 非常多 所以它价格不贵 我们这一对鱼画石 才100块钱 然后这个是 大家一看就知道 国社天乡 牡丹 呃 我们在郑州博物院买的 然后这两幅画 这是我们在 18年春节去老挝旅行的时候 然后买的两幅画 这两幅画 有特别之处在于 它这个上面的这个部分 都是鸡蛋皮 我们当时买这幅画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 旅居老挝的一个画家 我忘记了 他是一个美国人 还是加拿大人 反正他自己做的画 然后在老挝 租了个小店铺 卖他的画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儿子特别喜欢 我也很喜欢 我觉得这个 像这个羊 就是很有感觉 就是这个画 西藏的这个小巷 特别吉祥 一面写的吉祥 一面写的福 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 这些小物件 都是我们在众多小物件当中 挑的几件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这两个像其脸谱 这是小莫特别喜欢的 对于旅行 大部分的时候 人们都会有很多奢望 我们要收获美景 要收获美食 然后要有旅途故事 当然还有一些纪念品 小物件 但是无论是你的美景 美食和奇遇故事 它在当时发生的时候 会震撼你 过去之后 你结束旅程 它都只能在记忆当中存在 但是唯有这个小物件 纪念品 它会一直陪伴着你 你看到它 你就会回忆起来 当时你买它的时候的 此情此景 发生的故事 所以它承载的 旅行的那些记忆 美好的回忆和故事 这就是小物件 和小的旅游纪念品 带给我们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也是我们 一直喜欢旅行的时候 到各处找一些 好玩的 有意思的小纪念品的原因 我们的旅程告一段落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家里 我们接下来不久 我们还会出发 和大家一起去领略 祖国的大河河山 这就是我们福王家的 房子生活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请长按点赞 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